夢遊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郭書瑾 我在劇中飾演的是 金大戲送小子女簡可可 簡可可25歲 最會省的財幣團體 能省則省絕不花冤枉錢 該幾點的就一定會幾點 有折價券的 他就是一定會用折價券 絕對不會花到自己的錢 對金錢的嗅覺特別靈敏 簡科科對金錢的嗅覺特別靈敏 是一塊錢掉到地上的聲音 他都聽得到 跟王海闊遇到 他是不是有一個一塊錢的故事 對 就是我剛剛講的 簡科科一塊錢到地上的聲音 都可以聽得一心二去 而且隨便會把那一塊錢剪起來 阿嬤說地上一塊錢不要亂剪 沒有一塊錢 劇情第一集的時候 他們是因為一塊錢而想 因為簡科科 連一塊錢都會很靈敏 那裡面有十塊、五塊跟一塊 總共是五百元的零錢 那我們會勝利的數值 然後你這個運氣就算多了 我來考驗看看你一把雙 裡面總共五百塊 換兩百零一把雙一把雙 好 那我們來算一下 一二三四 十、五、十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 到大 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八、十、二十 啊 多了 哇 哇 我跳張死敗 二我沒有跳 filt 第三條 對於剪頭髮來講我覺得她會把父母的需求擺在自己的前面 之前爸爸的是剪長哥嘛 是呀媽媽的是彩花姐 那因為瑤瑤這次是再度跟他們兩位合作 那瑤瑤再次合作的新輕鬆 這次合作是輕鬆啊 就是這樣兩個演戲就是不用演啦 我覺得跟他 跟剪長哥還有一場嗎 直接在一起就是 我比較像是一個看戲的人 月薪四萬 佛唇十萬元理財 定期定額唇骨 優取定唇 我都不知道剪可可這些唇領 我今天試開來也知道 在現實當中遇到剪可可 有沒有什麼話想要對他說呢 遇到剪可可 他 我想跟他說真的 真的是蠻棒的 腳話非常直接 非常直接很可愛 對 我自己好像在板像誇我去 為什麼一定要看呢 就是因為有我啊 不然呢 沒有啦 就是因為我知道大家賺錢很辛苦 所以生活一定要來一點可可愛的東西 所以一定要看我們 安全閃前戀愛手冊 那就請大家要可定 TVVS42台 讓我們一起看一場 精打細算戀愛吧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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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